张一言好不好 不好意思 好 台上我们师傅各旗处的所长 台下的所有的礼民 跟各旗办公处的礼长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这个案子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要质疑就是 我们已经被当成同行 交了好多次课 意思就是台上的官员都在跟我们讲 如果你这样做有多好 他会去这几天所讲的话 就是说你们都是在帮忙 我们做说服的动作 不是要跟我们真正来谈话 那我觉得这个 让大家一再的被交易 一再的被说服 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 应该要让好市长亲自到现场来 跟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做一次面对面的沟通 这也是好市长 在公民住宅政策当中 只要有人有意见 他就以责无旁贷的 必须要出面来做说明 大家说同不同意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当然没有华众其中 今天在座各位有站的有完 对 不过我这么说 第一个事情是不能多 第二个事情是 不能用210提升到400 假定容积力 即使是400 刚刚都市委员会有讲过一个问题 就是你盖的是公营住宅 公营住宅 哪里可以当机关用地 公营住宅不等机关用地 所以第一个 我们并不是缓商 刚刚有人提到说 不是说不能设商业机 商业机的比例可以 但是我们容积一样维持在200亿 也可以啊 是不是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贪心 不要贪心 不要说要把 这一代人 要把下一代的 能够用的地方 能够用的容积都把它盖完 我们应该让它保存起来 即使 将来的法规跟法令 能够让你总洗都 200亿改到400 我们让190到下一代的人 去盖也可以啊 也不一定要把广子 现在就把它填满盖满 因为将来的计划 跟将来的需求 不是你现在可以 能够料想得到 所以我想 今天我们在这里 其实再讲下去 绝对是台上讲的说 交通没问题 环境没问题 各方面绝对都没问题 你们安啊 但是台下说 我可以安 但是我就是不需要 400的 我就不需要 做得那么急 我就希望 轻松一点点 对不对 我都这样讲了 所以 最近啊 莊美经理事 有讲一句话 她说啊 政府的政策 如果讲得不够透明 讲得不够清楚 应该要 政府的所长要出来讲 那台北市政府的所长是谁 就是好同兵嘛 自己亲自出来跟民众讲 那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 慢慢的来 先200亿先做了再送 200亿里面的麻雀虽小 但是可以五张几千 按照政府的 都可以去把它列进去 因此 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强调 就是不要因为台北 郝隆斌市长的公营住宅 4500户 4500户就已经找到一个 一个你缺业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赶快 赶快把它填进去 慢慢的来嘛 我想 如果你盖完了这几千户之后 也许到时候变成蚊子 公营住宅 也说不定 也说不定 到时候 因为为什么讲 你的租金很高 你在这个地方的租金 可能要租进去 又是一副药 2万块钱左右 他说 我来租你这2万块钱 干出别的地方的2万块钱 也没有什么两样 那政府的 一位又在哪里呢 也没有了 又不见一位 所以我认为 即使政府一直想盖这么多 盖了这么多之后 又知道当地基的 环境的交通不便捷 杂乱之外 你敢保证 政府盖的不是 政府盖的公营住宅 将来不会成了文子馆吗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们今天不是要滑动其中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讲 各位赞成 新宿开我都赞成 新宿尽快的让大家加速开花 我都赞成 但是唯一反对就是 210没有合理的理由 不能变成400 这我想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最后一点加速一点 希望你下一次是好市长亲自来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你不够力量 是你来的是带科长来 市长来的是带急促所长来 那规格不一样啊 市长要协认 他的政策是一贯的 他只要敢答应 我们的历史有个定位 没有我没有不遵守 我只特别要求一点点 我也特别要求一点点 没关系 让我讲一点点 没关系 我只特别要求一点点 没关系啊 好了啦 我要告诉你 大家的话 我听他们讲出来嘛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不好 好 请各位再发言之前 我们又有一位 这个 关心大家的议员到现场 我们这个 是不是大家打个招呼 代行近代议员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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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议员 我们的议员 我们的议员比较重要 知道 没人打个招呼而已 来来 我一直让你们讲 你们放心 你们大家畅所欲言 大家尽管讲 没有关系 不好意思 好嘞 那因为 这位先生 来 这位先生 来